所以应该将一切皈依处 总计认定为莲花生大师如意宝 怀者进行以迫切的心情 唯一受持持祈祷责王的七句祈祷文 所以我们第一个认识的话 要知道莲花生大师是一切皈依处 比如说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妖狮佛也好 观音菩萨 大食指菩萨以及舍利子 目犍连等 所有我们经常祈祷的这些皈依的本体 都可以设为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一切 我们前面也用一些教证了 只要修他一切诸佛都是可以修成的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然后把它看至如意宝那样 怀者无比的信心和欢喜心 就是以迫切的一种愿望吧 我们都是经常相爱 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真的业力也深重 烦恼也是重重 各方面的违缘也是多知有知 在这样的时候 唯有黑暗当中的名当一般的莲花生大师祈祷的 七句祈祷文在世间当中所有祈祷文里面是最殊胜 最有迅速加持的 所以我们经常念诵这样的七句祈祷文特别重要 还有莲花生大师的传记里面和我们念诵当中 其实我们在这边给大家也是没有要求 但是一般寺院里面经常有七品莲花生大师的祈祷文 这个也是特别的重要 记得在《勤彻依希多戒》的传记里面 也大概讲了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当时他准备运游十方 他要求不要来弟子后来很多弟子们也是请求 不管是上师到哪里去我们也是跟着你来 后来上师答应了 你们要来的话任何人都不要说我的身份 我是秦彻依希多戒 你们给别人面前说我是最愚笨的笨蛋 跟他叫什么名字啊 反正有个特别笨的一个名字吧 这些弟子们也答应了他们到处都去 后来好像到扎斯伦布拉布勒斯他们去见公堂昌 当时的公堂昌仁波切 见公堂昌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打听的时候 有一次在寺院外面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戈戏转绕 转绕的时候他问你们这一群僧人到哪里去 他们说我们在准备见公堂昌仁波切 我们能不能见得到他说应该有办法的 后来他们慢慢慢慢打听 已经到了公堂昌的宿舍去了 但宿舍去的时候一看到原来还是 刚才他们寺院外面见到的那位格西 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公堂昌他们很慈悲地给他们准备 他老人家自己坐在一个法座上 旁边也有一个黄色的法座准备了一个法座 而且给他们供养米 茶等等 一般格鲁派的寺院进了寺院以后 第一个要吃人生果那个时候有没有米不知道 《传记》里面记得好像有米吧 他们进了以后他们请求佛法 还有公堂昌说你们最好按照我们格鲁派的持续 也是这样的以自己的修证也好戒律也好 持地而坐持地而坐的话 他们里面有一个专门要求让他当上师的 有一个人让他坐在上面 而那个亲自一喜得戒坐在最后面那个 他就当一个小小的僧人笨蛋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我连字都不认识就这样坐着 后来他们就请求让公堂昌传法 公堂昌说我们格鲁派的最甚深的法门就是三主妖道 三主妖道 那么你们那个 他穿了没有 好像穿了吧 是吧 你们尼玛巴最甚深的法也是 棋皮莲花生大师的祈祷纹 最好是你们的上师也给我穿一个棋皮莲丝的祈祷纹 然后他们都不敢穿 后来公堂昌说让最下面的那个本的 当时前者一喜得戒说我连字都不认识 他好像当时装着真的没有说法 公堂昌说那你是那么笨啊 好像后面没有 是吧我忘了那个传记里面 你们倒是方便的时候看一下那个故事很精彩的 所以我们尼玛巴的法里面七举祈祷纹还有七品祈祷纹 这些都是特别特别重要 一般来讲很多寺院里面早上就像我们早科晚科一样 汉地的早科晚科一样的七举祈祷纹和七品祈祷纹 早上天没有亮的时候很多出家人每天都是唱颂 以前是这样的但现在很多新的年轻人 有些寺院里面汉地也是这样的 很多新的这些和尚早上可能他们不会背 他们很痛苦的到那里打瞌睡一直这样的 甚至有些在下面发信息当家抓着了开始打 就是现在寺院里面有种种出现 那么我们藏地也是这样的 以前老浪漫有些老的修行人一早起来都是 开始念七举祈祷还有七品祈祷纹的 可是现在有些可能转发稍微有点改变 但总体上看来还是出家人的这种念诵特别殊胜 在家人也同样地可以念 以后我们希望各个地方一定要念 七品祈祷文比较长也有一些翻译的 但是翻译的也是以后再说 七句祈祷文的话我们希望应该各个地方都要念 以前法王去东南亚国家的时候很多道场 西方的很多那些中心和道场这个秘法应该特别 大概是九三年和法王当时九三年去的 还有后来是九五年去的那个时候在外面的很多道场当中 他们念七句祈祷文还有念四行咒特别地成熟 可是我们汉地很多地方很多中心 那除了阿弥陀佛以外还没有莲花生大师祈祷文的生意 当然阿弥陀佛是非常殊胜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全面地了解这样是很好的 因为众生的根基都是不相同的 我们也不能说只念莲花生大师行咒不能念阿弥陀佛 这种说法是一种偏短的就不行的 有些是依靠莲世行咒来得到解脱的 有些是依靠阿弥陀佛来获得解脱的 因此我们这个法门种种殊胜的法门 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弘扬开来非常有必要的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转八万世间法轮 原因就是这样的 不同根基的众生由不同法门来度化 否则佛陀只说一句就可以了 所有三千大千世间的众生只修一个法门就可以了 但是并没有这样原因应该在这里